您好 欢迎收看9月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省政府今天举行的9月份申请典礼 现场徐中卫亲自主持 典礼当中也进行表扬 现府业务达人及圆梦团队 现场他勤勉各个局处同仁要聆听民众声音 确保政策是由下而上来贴近民众的需求 现场徐中卫首先以春耕夏云秋收冬场的自当法则 形容秋天时身心收敛的季节 他进一步指出 从职务的角度来看 秋季同样象征了丰收的季节 就像新型前的更终于迎接丰收的成果 现在许多要感谢所有业务达人以及园门团队 并且重申政策执行的重要性 如果政策推动表达方式 让民众感到不友善应该立即的反省 现府人士处继续推动旅馆联席 希望许多的政策能够由下而上 以确保政策真正贴近乡亲的需求 我们在花莲县政府 我们领之公堂 我们要怎么样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能够热忱的服务 不断的学习 让你的工作不枯燥 让你的工作成为你每一天 欢欢喜喜进到办公室来 希望赶快不断的去推进 我想这就是一个充实美好 能量生命充沛的人生 快乐 谁给你 快乐要自己长 工作上的乐趣 还有工作上的信心 团队一起努力 但是最终还是自心要能够发掘 你的工作乐趣在哪里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 都会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局处首长 因为每一个局处的经营 每一个局处的共同管理 那是一个小家 但花莲县政府是一个大家 如何小家和小家 每一个家能够补好 然而小家之间 我们还有一个桥位 是必须横向国同 典礼当中 现场许中会表扬业务达人 先辅光处 柯文如 向政府争取补助经费 两千百万元 办理东大门夜市改造计划 强化市集软实力 主席处业务达人 欧婉婷推动本县性别预算 建立填报作业流程 提供奖则以及咨询 扣打机关涵盖率 获得奖励评鉴优等成绩 换新消防局业务达人 苏金辉 服务三十余年 期间执行外勤第一线救灾的工作 出动救援任务 不论艰难 仍坚持执行 直到任务完成 原谋团队农业处 农业工程科团队 并且在108年到121年 改善农路共137公里 修复桥梁和四座 参与随同保持工程23件 紧急抢修农路 以及轻易工作 并且在台风期间 发动地区灾受降雨 以及灾情 警察局成立一面中心 指挥救灾工作 远景积极救灾 以及疏导交通 并协助撤离受威胁地区的居民 保障民众的安全 地方税务局跨机关便捷服务团队 创新建设跨机关税务采取系统 简化作业流程 提供避免服务 减少民众往返时间的成本 毕竟每年节省1434小时 获得好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